陆域土匪 省长身边仅有两名随从 那个土匪头就从马上下来了 一抱拳 您是张省长吧 智学严谨 蜀中学子 半门生 主张是学术研究要自由 思想自由 兼容并蓄 天下斑来 中华民国建立后 张岚因为在新海革命中的重大贡献 先后被孙中山任命为 川北宣卫士 嘉林道颖和四川省长 张岚这个封疆大吏 在四川攻击匪 现在就是一提到张岚 川南这个四川人民和民盟盟员们 都是肃然起敬的 因此他的整个的 特别是他的人格 人品 是大家 要不知 他就像 这一提到张岚的 东北宣卫士 他就像 那一提到张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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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导匪 里头盗窃了多少公共还 然后我爷爷发表了一个声明 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说 我做的事情上可以对天地 下可以对百姓 我毫无愧疚 那熊口我这些人不信啊 他就派他的部下叫石青阳 他的部队基本上是土匪收编 就说你去查一下张丹他们家 看看他到底汤污了多少 这石青阳呢就派着人去了 去了以后一看家图四壁 没什么可偷的东西 贼去都不偷 然后出来的时候呢 看着一个老太太 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那正好就是我真祖母和我的祖母 提着个破篮 里头砖的是野菜 然后人家就说 这是张丹的太夫人和夫人 回去以后跟石青阳一汇报 这石青阳就说 川北圣人之民不虚也 创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成都慈慧堂 是四川最大的民办关注的慈善机构 1942年慈慧堂一个工作人员找到了张丹 1942年的时候 慈慧堂的理事长叫做尹仲熙 他的字叫仲熙 他病重要去世了 因为慈慧堂经营了好多事情 都是那个慈善事业 办的学校收留孤儿 孤女 孤老 都是救济这些的 他实际上是民办关注 他要去世呢 他就不放心 他说我这有八千多个孤老 孤小 以后怎么办 他生怕这个地方的那些豪生 还有国民党那些 就把那个财产给抢夺霸仗 他想来挺去 只能委托张丹 因为张丹得高万重 是得到四川人民的尊重的这么一个人 只相信他 所以他就叮嘱别的人 他手下人 一定要聘请张丹当理事长 这样我才能逼死而闽目 在张丹评传中记载 当张丹辞职离川时 川人无补恶腕叹息 民众自发前来送行 树里不绝 而且还有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发生在张丹离职去北京树职的路上 他四川省长去那个 北京树职的时候 那这儿就是也不通车 然后有两个随从还有他 然后走着去到川北 他骑马那两个随从那里走路 通过川北城口县的时候 现在是归重庆馆 就走到那三根前的时候 看前面一队人马 和几百人 然后那俩随从 神长咱们往回走吧 那像是节道的 然后我爷爷说 他节道不就是抢钱吗 咱们也没什么钱 也没什么可抢的 怕什么 借着往前走 到跟前 那个土匪头就从马上下来了 一抱拳 你是张省长吧 我现在说一句话 那是四川 他人说四川 你是张省长吧 然后爷爷说是 然后他就说 我听说你张省长要路过这儿 我们是来迎接你 你是我们这儿 川北的圣人 然后把他接到山上以后呢 送我爷爷走的时候 拿出了四百两银子 说你爷爷 做你的那个 旅费 我爷爷坚决拒绝了 他说咱们现在川北啊 还很穷 吃不上饭的老百姓还很多 你们呢把这些钱 分给那穷苦老百姓 以后呢不要抢 贫苦的老百姓 要好好地做人 然后就把他理送 到一直到陕西 一九二零年 张兰因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 拒绝了继续执政四川的任命 把拯救中华和劳苦大众的希望 寄托到了教育事业中 从私俗小学 直到大学慈善教育 留学预备班和职业学校 他先后组织成立了各种教育机构 尤其是一九二六年首创成都大学 主张继分民主学术自由 成了中国西南最重要的人才基地 他始终就是民主思想 他当时就特别反对讲人 这是党化教育 他办成都大学的时候就主张是 学术研究要自由 思想自由 兼容并蓄 你不论研究什么思想都可以 绝对不允许 因为研究某种思想 就给扯到政治问题上 你比如说我研究马力主义经济 那么就说你是共产党 那绝对不允许 不许扯到政治上 他这个有失高等学校的性质 所以说他那一阵呢 就是思想 同学中的思想都特别活跃 包括这个国家主义派 国民党 还有地下党 他们都组 学生都组织学社 各自研究 各自还经常辩论 子嗰 的 精美 的是 对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